我第一次见过 感觉很惊讶 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 哇第一次看过 哇好壮观 什么水果这么奇特 大家都第一次看到 答案是木鳖果 切开瞧一瞧 取出种子 成熟的黑色种子 看起来就像一只黑鳖 让人看得出神 这个是鱼 这个是鱼头 对哦 我一看起来是鳖头 从哪里种出来的呢 绿手指达人金宝姐 带我们一探就近 就在山药田旁 她说没有特别照顾 任其自由生长 没有想到一株 竟然长出了上百颗果实 而且颗颗都很饱满 像种乐透一样 我们家政班的那个班长 他拿一颗 差不多十公分给我种 我想说这个随便种一下 我也不晓得说它会怎样 我就种在我先生那个 山药头前面那边 前年种 去年才生三颗 小小的 两天就都烂掉了 我不晓得 我以为就这样死掉了就算了 结果今年 三月的时候 我先生跟我讲说 那个目标果长很多 我一来看 哇 就这样一颗一颗的 我都撞到头 结果红了我拿去市场卖 结果市场的芋花桑 大家都好像已经用很久了 目标果它还有B5B12 B型很丰富 所以对眼睛非常的好 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叶子 跟炒菜一样这样炒来吃 也可以剁一剁 跟那个鸡蛋下去煎 很好吃 他说87岁了 他吃很多 结果现在很小很小的字 他都不用戴眼镜 他都看得很清楚 市医院张耿辉也说第一次看到 上网查了查 竟发现 茄红素足足有番茄的70倍以上 含量惊人 这个叫做木碑果 茄红素比我们的番茄要多70倍 这个固眼睛的会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马东的独特的特展 不只山药绿竹笋 现在还有木碑果以及山中 我们马东社区未来要发展的 就是这些东西 透过各式植物 发现大自然的奇妙 马东农用们很努力 要让更多人认识马东出土的 各式天然食材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